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串模糊字符能否给案件带来转机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逃不了的罪责 2012年9月26日晚9点50分 山东滨州市交警支队突然接到报警 在当地滨北镇凤湖安康花园附近 发生一起车祸 值班交警火速赶赴现场 我们看到两堆血迹 非常大的血迹 而且两堆血迹距离非常远 电动车在第一堆血迹相距100多米 电动自行车被撞得严重损毁 地上的车辆刹车痕迹显示 电动自行车被撞击后 一直被拖出100多米才停住 感觉这个场面非常的惨 据围观群众说 地上的两堆血迹是被撞的一男一女留下的 两人受伤很重 已经被送到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 而肇事车辆在车祸发生后逃逸了 交警初步对此案 定性为交通肇事逃逸 立刻封锁现场进行勘察 面对这种情况 交警支队迅速派人赶往医院 希望能从两位伤者口中 获取到一些有关肇事车辆的信息 而在赶到医院的时候交警得知 送来的两位伤者中 女孩由于伤势过重 已经不治身亡 经过核实 车祸中死亡的女孩名叫赵雪芹 今年只有18岁 刚刚高中毕业不久 在一家网吧里打工 她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自己的人生 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母亲得知女儿因车祸去世的消息 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母亲说当天晚上八点钟 女儿还和她通过一次电话 说没有吃饭 打算和男朋友出去买些东西 没想到这次的通话 竟成了永别 和赵雪芹一同送来的男孩名叫李康康 今年20岁是赵雪芹的男朋友 在送往医院后 身上多处骨折处于半昏迷状态中 被推入急救室进行抢救 能否生还 医生们没有把握 因为当时伤者 处于一种反应非常迟冷的状态 当时人呢 对此一无算之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逝了 另一个也危在旦夕 那么9月26日的晚上 车祸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是什么人在肇事之后 无情的逃逸呢 由于李康康现在还处于昏迷状态 他无法提供更多的线索 办案民警呢 就把希望重新寄托在事故现场 事故现场地处宾州市东郊 这条路上没有路灯 更没有监控摄像头 办案民警只能结合路面上的 刹车痕迹 以及电动自行车的位置 对事故进行初步分析 从现场看呢 应该是有一台不明 排号不明特征的轿车 顺行撞击了 骑电平车的一男一女 然后呢 这台轿车 推行这个电平车和驾驶人 130余名 在事故现场 民警队周围群众进行了走访调查 希望能够找到目击者 木机群众提供的线索模糊不清 根本无法获得肇事车辆的详细情况 就在办案人员为寻找线索一筹莫展的时候 地面上的移住可疑痕迹 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现在场的地面上一流有少许的油渍 分析认为应该是造势车辆 某一部分破损 散落的油渍 沿马路向西延伸过去 民警们分析 油渍很有可能就是肇事车辆留下的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 顺着油渍的方向就能追到逃逸的车辆 于是办案民警毫不迟疑 立即驱车沿着油渍的方向追去 追出一步段时间以后 油渍越来越爽 民警不时地下车观察油渍的情况 发现油渍间隔的距离越来越长 这说明肇事车辆的车速就越来越快 或者它的油已经快漏完了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 那么这辆车就不会走远 可就在民警加快车速 顺着油渍的方向追不到 距离事故地点五公里处的时候 油渍消失 只能确定天驶车辆 是由现场往西这个方向逃跑 但是我们追不到头 线索中断 由于现场的遗留物十分有限 只有一些散落的灯罩和碎片 办案人员难以获得更多 有关肇事车辆以及驾驶者的信息 受伤的李康康还在医院中处于昏迷状态 据赵雪晴的母亲介绍 赵雪晴和李康康早在上学时便已认识 高中毕业后两人便一直在一起 原本两人已经有了结婚的计划 但这一场飞来的恨祸 让一切都成了泡影 针破没有头绪 法安民警只好重新梳理线索 寻找新的突破口 本案民警逐步梳理出了犯罪嫌疑人 可能的职业特点 工作区域 并以此划定了排查范围 在我们划定范围里面 这是七家工厂和还有四处工地 就是建设工地 案发的第二天 民警便开始走访排查 但是这是一个耗费时间和人力的过程 由于划定范围内的场况太多 民警感觉有必要进一步缩小排查范围 但是如何缩小范围 也是摆在办案民警面前的难题 残破车灯暴露肇时车辆信息 锁定嫌疑脚车排查却又落空 是不是我们当初画的那种范围 和确定的方向有个失误 逃逸者到底藏身何处 当时语气很坦然 丝毫没有惊慌 失措的那种感觉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逃不了的罪责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与此同时 另一路民警再一次把目光锁定在了现场的遗留物上面 这是一些残破的灯罩和塑料碎片 拿到碎片以后就反复地在这里 反复地看 反复地推敲 结果我们就在这种碎片的一个 一个不明显的地方 发现了这种一串的模糊数字 这串包含着英文字母的数字组合代表了什么 通过它是否能够解读出关于造势车辆的一些信息呢 以前嘛 以前的案子都是 有的字母就代表这种 比方说RL代表这种灯的左右 WD68EL 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 民警拿着它找气修工人询问 但是谁也判断不出来 这是从案发现场找到的 有关造势车辆最重要的线索 办案民警不想就此放弃 他们试着又通过网络来进行查询 看能否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结果发现很多网页都有涉及到这种数字 但是只有一条 是这关于汽车生产厂家的 于是我们立刻联系这种 生产厂家的这种生产部门 联系到以后 他们说这个数字 是奇蕊 奇蕊轿车的一个雾灯 这一发现令办案民警兴奋不已 第二天 办案民警找到一款相同型号的奇蕊轿车 通过塑料残片的比对发现 肇事车辆正是这款轿车 锁定了嫌疑车的车型 使得侦破工作得以进一步推进 根据之前划定的排查范围 警方最终发现了九辆奇蕊轿车 这使得排查范围再一次缩小了 那辆肇事逃逸的车辆很有可能就在这九辆车当中 而接下来的工作 办案人员便开始对锁定的九辆奇蕊轿车 进行逐一审核排查 这九辆轿车分别属于几家企业 但是通过排查 这九辆车车身都完好无损 没有撞击痕迹 此时距离案发还不到24小时 如果是经过撞击过的车 是难以在这么快时间内修理好的 而且经过调查 这九辆车在案发时 均没有出现在案发地点 案件的侦破刚刚有所推进 却又不得不停滞下来 经过大家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 我们分析的范围和方向是有依据的 是能站得住脚 办案人员决定重新排查锁定的区域 终于发现 还有两家汽车租链公司 之前没有划紧排查范围 于是办案民警迅速对这两家公司进行调查 果然两家公司有 其瑞排齐云系列轿车 经过了解 符合条件的两辆 骑云轿车都租了出去 民警迅速 与其中的一位租车人取得了联系 并很快见到了轿车 这辆车车身也是完好无损 丝毫没有撞击过的痕迹 此时 全体办案人员将注意力 都汇聚在了第二辆被租赁出的 骑云轿车上 据苏林公司的经理接受 这台车是案发当天上午乘租出去的 在我们范围里边 只有这一台车 没有完全排除掉嫌疑 经查询 这位租车人名叫王树波 就是滨州市滨城区三河湖镇人 此人在事故发生地附近的一家化工企业承包工程 于是 办案民警迅速与王树波取得了联系 他常在河口 当时语气很坦然 电话里王树波说他不在本地 办案民警要求他中午前将车开回滨州配合检查 王树波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 这时是2012年9月28日 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三天 约定时间 王树波没有出现 民警进村独结 临村仓库 嫌疑车辆终于浮出水面 没有路灯的夜晚 一个惊慌失措的决定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逃不了的罪责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中午时分 王树波以及轿车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 电话也无法联系到他 警方感到事情有变 这时办案民警从其他途径打听到 王树波就在槟城区的三河湖一带 并没有外出 此前王树波声称自己在东营市河口区 显然说了假话 王树波故意隐瞒去处的行为 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他们决定马上驱车 前往王树波居住的三河湖镇 进行核实排查 民警来到了槟城区三河湖镇大王村 没想到刚一进村口 就看见了王树波 画面中奔跑过来的年轻人 正是他 王树波称租来的车还在他手里 停放在了邻村的姐姐家中 办案人员要求去看看那辆车 他也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 那么究竟王树波是否就是肇事者呢 此时现场的办案民警并不敢确定 很快 王树波带着大家来到了他的姐姐家中 王树波带民警进入院中 一辆黑色奇瑞轿轿停在一个仓库中 这辆车的车身上附着厚厚一层泥土 而且前车盖微微隆起 似乎被撞击过 民警小心翼翼地将轿车倒了出来 这是由明显撞击痕迹的车头显现出来 轿车左侧前挡中玻璃 以及大灯灯罩已损坏 前车盖撬起 这一情况与案发现场找到的车灯和碎片大致吻合 王树波称这辆车是下雨天撞到了路边的石头上损坏的 他说的是真的吗 为了弄清楚这些疑问 民警决定将王树波和嫌疑车辆带回做进一步调查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王树波最终交代了自己肇事逃逸的犯罪事实 那么当晚的车祸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王树波为什么在撞人之后选择逃逸呢 今年24岁的王树波说 2012年9月26日晚9点左右 他驱车回家 因为家里的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为了不耽误见面 他连夜开车往回赶 王树波拿驾照没几年 平时开车并不多 当时天色已黑 路上车辆很少 对新租来的轿车 王树波并不熟悉 甚至连大灯开关在哪都不知道 因为着急回家 车速很快 当车行驶至 滨北镇 无统五路 凤湖安康花园附近时 意外发生了 那天王回来 从住在那里 住在那里 拿来骑着点上 要出去吃饭点 从东 从东往西 再就从北边 骑着点上 之后就知道了 到背景发现 前面有人 电话来的 王树波说因为距离太近 根本来不及刹车 当时车就失控了 往前开出 很远才停下来 王树波发现自己撞人后 下车看了一眼 知道闯了大祸 当时心乱如麻 就直接驾车逃逸了 逃回家后 王树波没有和家里人说明情况 而是选择了把车藏了起来 想着躲几天 也许就过去了 没想到事发两天后 便被抓了 对了 那女孩 对不起她父母 更对不起她 因为有点看着她 她死去了 我也有操发 我跟她打儿子都看 据王树波说 她出身农村 家里并不富裕 初中毕业后便出来打工 几年下来 手里好不容易有了一些积蓄 准备结婚使用 也是为了有面子 案发那天 她才特意租来一辆车 连夜赶回 没想到现在 一切都毁了 目前车祸中被撞的男孩 李康康已经出院 但是需要借助拐杖才能行走 而她心里的痛楚 也许永远无法愈合 不敢相信 真是你儿子 当然不敢相信 心爱的女友和李康康 已是生死两隔 现在留给她的 只有无尽的痛楚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交通肇事罪 要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但肇事后逃逸的 要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逃逸致人死亡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接下来 王树波无疑将面临 法律的惩处 虽然肇事逃逸会被加重处罚 但这样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 同样是在山东 2012年8月14日晚上 寿光市村民刘老汉不幸被撞身亡 照是车辆逃逸 刘老汉今年59岁 前几年小儿子就因车祸死亡了 现在悲剧又发生在他的身上 这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悲痛 警方在事故现场发现了一些碎片 在把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后 警方看到了一件熟悉的东西 在大众汽车4S店 警方确定了肇事车辆的车型 为普通桑塔纳轿车 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地段 以难以处监控探头中 锁定了一辆车牌号为 鲁威义5887的红色普通桑塔纳轿车 具有重大嫌疑 监控视频中 车里是位光着膀子的男性司机 警方据此锁定了嫌疑车主为刘文波 他的长相和监控录像中开车人很像 警方到刘文波家进行调查 但是他却不在家 他妻子说是出差了 女主人的反应很不正常 警方据此判断 他的丈夫应该就是这起撞人逃逸案件的肇事者 于是办案人员决定从刘文波妻子身上 寻找突破 案发后的第七点 刘文波到派出所自首 刘文波交代 事发那天下午他开车到寿光市 晚上21点多才往回走 看时间晚了 路上也没有什么行人 他就把车开得快了起来 当时车速很快 当刘文波发现车前有人时 还没来得及反应 车就撞上了 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查 刘文波第二天花了3000块钱 在乡邻的县城 买了一辆相同款号 相同颜色 甚至新旧程度也差不多的黑车 开回家之后 他把自己的牌照换了上去 试图夺过警方的调查 事情真相大白 刘老汉家人十分气愤 山东寿光这起案件 发生仅仅四天之后 广西宜州市又发生一起交通 肇事逃逸案 当时一辆摩托车被撞 摩托车司机死亡 经查摩托车司机叫吴茂胜 本地人50岁 吴茂胜的儿子说 事发那天晚上 父亲是骑着摩托车 去工厂上班的 都是晚上 八点回来晚上去上班的 都要赶过去上班的 去的时候我们都有说 我该这么慢一点 但是还是就是 警方在摩托车的仪表盘 发现了一个撞击后 遗留下的绿色油漆残留物 这种颜色的货车 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大部分颜色都出现在 多功能拖拉机的车身上 警方由此很快锁定了 逃逸的农用车 并抓获了车主 车主名叫为常警 他交代 事发当晚 车本来是他自己开的 开着开着 他觉得头有些晕 就急忙停下来 想让妹夫来帮忙开 客车刚停下来 人还没换位置 就听到车后面一声巨响 违尚九说 其实当时他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 直接把车开走 那么当时摩托车 怎么会撞上违尚九的车呢 对死者尸体解剖之后 法医发现 死者吴茂盛当时属于醉酒驾驶 警方最终认定 死者摩托车驾驶员吴茂盛 醉酒驾驶机动车 未带安全头盔 是这起追尾事故的主要原因 本来追尾一方的死者吴茂盛 要负主要责任 可是因为违尚九的逃逸行为 依法 他将承担主要的事故责任 又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的案件 每一次逃与不逃 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更是一个道德和良知的问题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王树波选择了逃逸 不仅给被害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同时他也把自己送进了铁窗 冷漠无知的曹林酿下的苦酒 也只有他自己来举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日说法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中央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